这期视频又是一个明星化妆师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挑战 同一个化妆师用同样的化妆品 用同样的妆面 在明星和素人的脸上分别化妆 所以这期我请来了一个 五官跟我差距非常大的女明星 她就是吴景岩 吴景岩的五官我是真的服的 她的脸太小了 然后眼睛有那么大 五官又特别特别的立体 这期我们请到的化妆师是谁呢 知名明星化妆师唐毅老师 唐毅老师虽然很低调 但在圈子里也非常有名 曾经合作过的明星 还有张子怡 巩俐 李彬彬 姚晨 许晴 王妃 赵薇 周旬 Suffer Muscle 这期一定是一个干货满满的视频 出发 你的眉毛被剃了吗还是怎么了 我眉毛剃了 现在不是在拍戏吗 拍了一个民国年代戏 就得要那种很稀很稀的眉毛 不喜欢眉毛吗 我把底线打上这话 今天我用的是 贵妇粉底 可能她都不太关心这些事 上千块钱 超级贵的 就管化完 你们化妆的时候 景岩你会被老师种草化妆品吗 她还好 因为她某些方面 我是觉得比较大大咧咧 就是她好像对女孩这些东西 不让我关注 我印象星我第一次给她化妆了 她特忙 她在好像看稿子什么东西 特保险 然后我就化完化 她突然一抬头 然后她特别可爱 就在我被我的美貌惊呆了 就是每次化 长这样 那会有女明星一直被你种草 互相种草 其实我的化妆技术 有一半是跟女明星学的 像景岩属于那种 对自己化妆什么 没有什么兴趣 像子彼也是这样的 但有些演员比较像龚丽姐 自己特会化妆 就是基本上都是自己化 所以她们对于产品 可能有时候比我还了解 好奇女明星会闻眉吗 我觉得一般演员不回 就是可能歌手 有的人会闻一点 因为演员她要那个 有时候经常素颜上镜 就是饰演不同的人物 这种个人的角色 还是可以去变动的 因为景岩是那个 睫毛根特别外露 然后睫毛特别长 所以那个眼线就是化的超习 就完全是睫毛根 補一下 外露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睫毛根是完全能看见的 因为有些内霜的人 她的睫毛根是隐藏的 你就是要化的粗一点 刘晨 她的眼线就化得粗一点 因为她的睫毛根就是比较内藏 其实你画太细了 看不见眼线 圆的眼睛 像我这种怎么弄 都觉得那么 就你的眼睛那么圆 所以你的眼影 眼线都往后走 你的深色都像在后面 为什么 因为前面 如果你上面深色加强 它就不断地在变圆 只能往这样的线条走 对对对 你看景岩的睫毛特别好 所以我很少给她贴假睫毛 但是睫毛刷就好 主要先加在中间 然后这个睫毛可以转 就是你后半叠 你就前面是空的 对对 因为你加完以后 睫毛有时候会比较乱 然后你再拿这个热的这个 把它都梳一遍 刷睫毛我这个比较不适学 对我看你刷的方法 跟我们不一样 那竖着刷的 你就是用睫毛液 轻轻地让它沾一点 让它先定型 然后你看我是两个睫毛 是胶剃刷 就是每个睫毛 基本要刷三到五遍 干掉再涂 干掉吞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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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吞 绝了这个效果 一个一个定型的 我可以告诉你 80%的女性都贴得一贴 唐老师这个贴非常神奇 就很隐形 他需要用胶自己涂上去 粘上去 因为这个就需要 你在那个 花眼眼影而已 其实我如果用特小的刷的话 塞红 为什么 因为他的脸太小了 这句话让我们听了很生气 你知道吗 我今天比较流行 像棕掉的一些颜色 棕色口红 你像这种 那西红 淘土红棕 哇 我逮的 别理 这么深 对对对 但是它展开了就还好 它比较有个性 都显白了 就是跟那个 前面不要就是我还是以这个粉底为基础 但是我对了一点点 那个另外一个粉底 你要油我就加一点大湿 然后你要干 我就加点葱草 一个调颜色 一个是调质地 我自己比较喜欢的粉底 反正也就是这几个 除了Twine以外呢 还有像Balami的大湿 就是它是一款 基本不调皮肤的粉底 是因为人群比较广泛 因为现在我就有一个误区 就是大家老是油皮亲妈 干皮亲妈 但实际上大多数人就是 微油 微干 持妆的粉底吧 它就会比较干 滋润的粉底呢 所以有的时候 我觉得是一些经过 我们时间检验的一些粉底 它综合表现比较好 另外一个呢 就是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肌肤 做好那个定妆的配合 妆前产品的配合 这样的话对于底妆来讲 就会很好 你看你的这个脸吧 就是跟那个解研不太一样 它们同一个粉底 在你脸上表现就不一样 所以大家有时候经常怪产品 其实有时候产品 就是跟不同人的结合 还有你的手法不一样 它差别蛮大的 产品很冤枉 所以你看我在打底 我还是注重在中央区域打 边缘先留一下 然后我比较喜欢就是粉底 先分布在脸上 就是这样的话 你不会抹它 永远就是不要去蹭这个粉底 就基本都是原地延展 第一个是压嘛 弹跳似的压 压完了以后 其实有一个蹭的动作 它是连在一起的 然后那个力量也掌握好 让我学生化妆 它很 就有时候还摁着那个眼睛的脑袋 就时间都拍 我现在打底都是一样的录 就是先不做到完美 就是先做个大概 然后这个你就是轻轻一点点 代码扣神气哦 原来老师你也用这个 这个就是因为它可以遮那个什么纹身什么的 我们都会背一个 但有人会觉得代码扣有点干 是啊 所以你不能用多嘛 就一滴就好 如果你需要眼周遮瑕 然后还有干纹 就要先上眼霜 你这个刷子好细哦 因为这种刷子 它就需要在一个那个 都有一个蹲儿去点 而且我比较喜欢 你看就是腮红和这个眼妆 它就是在一起 整个人的气色就起了 我觉得所有的亚洲女孩 都挺适合画这个 环式的在靠近中间的地方 你往旁边画的时候 它会让脸更宽 然后在旁边呢 我一般就是会上一点点那个暗影 就是全国比较高的地方 或者全国凹陷的地方 可以跟这个腮红衔接 就像修容这个事儿吧 我就觉得就是 但是还是要淡 不能太多 有些西红衣是最后才能懂 这个是做一个基础 定妆我是会定很少 主要是把那个 底区比较油的地方稍微吸一下 预防光的地方多 你现在主要是做眼妆 所以往眼周轻轻一点点 反正要选这种很轻薄的 我的定妆会最后留在最后去 那老师你画了这么多明星 合作最久的是谁啊 体型姐 然后摇晨都比较 时间比较长 都有20年了 我画这个打底呢 可能就是连着眼眶嘛 就是整个用这个 把眼睛的范围给它勾勒得很大 我这个眼影 有的人都画到这个而已 其实你画的眼影 它其实两件事儿 第一它帮你走结构 比如像这个地方要强调的 因为它是让你生线的嘛 嗯 眼影这个地方 它围绕的其实是一个形状 你画了这个区域以后 你的眼睛就上仰了 如果你想强调卧残 就画卧残下面这个 颜色根部要稍微强调一下 它会让你的中平更短 你下面还要往下降 你整个眼尾就变大了 所以我会把双眼皮这个中间呢 用有光感的这种浅色眼影 给它打一下 完了你会让双眼皮特别清除 清除以后你觉得整个人不会那么混沌 然后内眼角的卧残 深颜色从后往前画的 浅颜色亮色是从前往后画的 让它们衔接起来 简单说就三色眼影法 大部分都能用 就是一个中间色做平铺结构的 然后一个体亮色去画这种 体亮的内眼角 然后还有一个稍微深一点颜色 就是强调下眼尾 这个刷子全都是我自己做的 因为我觉得演员的妆 它需要特别的细节 而且你也看见他们脸都超小 我觉得有时候给他们化妆 大的刷子都不行 对 哪儿都太大了 它控制不住 其实总的来讲就是要用眼影 围绕出一个新的眼型 你是还算是比较外露的 但是你跟检验不一样 就是你的眼线在画的时候呢 就是还是需要去进行对眼型的调整 看你这个双眼皮 就是前面会显得窄 你这边会显得宽 所以我觉得这个眼线 它需要加粗 尽量保持眼线跟双眼皮的关系是平行的 然后粗细是和谐的 把那个深色眼影呢 轻轻压在这个眼线上面 让它定妆 同时让它稍微的虚一些和柔一些 但是我不会扫特别宽 因为一扫宽了以后 你等于双眼皮就变窄了 主要是这个眼线不要低过内眼角 你就不会有下坠感 因为有的时候呢 我们的深色提在这儿 然后你上面留白 它就留白的地方就会更伏 所以那个留白的这个区 一定要稍微的用哑光的什么的 轻轻戴一下 哦 眉毛其实是特别能体现女孩的那个力量感 眉尾呢 我们看我画的比平常细一些 因为它这样的话就可以很精致 你看我这块就给了一个小的眉峰 有了眉峰人比较有力量 那老师你画不同的女明星 你觉得她们的风格有什么不一样吗 在大的范围里面 我比较喜欢刚柔并肌的这种表达 但是在每个人里面 可能有的人刚多一点 有的人柔多一点 比如说像姚晨 她就很刚 因为她有那种浓眉 是的 大眼睛大嘴 但是她的柔眉 经常我是用她头发的一个主线去完成的 那子怡就不是她喜欢卷发 挺柔眉的 然后喜欢梳那种特别紧的那种 很干练的头发 她就是特别重视眉毛 就是我给她画眉毛 就是一定要画的黑一点 重一点 她的脸上那个眉毛一起来 你的地方可以很淡 对 这个人就很有劲儿 你做一做天 轻轻的再刷一层 下面这个蜿蜒呗 这块拉长了 需要你这个地方 跟你先牵牵一下 哦 不能让她空着 对 孔雷姐就必须要画这个地方 你抛完以后 她整个脸的光泽感 均匀度 马上都提升了 因为我们用了稍微明亮眼的粉底 就集中在面部中央 你看我边缘没怎么涂 就自然过渡一下 这样的话你就脸这儿亮 这儿暗 自然立体 再用一层雅光的曝光 收这个出油的地方 然后这个嘴之附近呢 还有三角区啊 然后眉心 我们鼻子大呢 其实我的方法是 它是做一点雅光的体谅 它就是像消失了一样 做鼻翼大法 就这个地方可以稍微多画一点 因为它本身就是个暗影区 从耳朵这个开始呢 就是一点点 然后跟你的腮红行接一下 就四油漏五就够了 出去以后最好不要让人发现 然后再眉头做个箱 然后呢 我们两个侧面 甚至我觉得 如果你希望你用耳朵稍微带一点 脖子这个稍微暗一点 然后这块亮一点 它就是脖子也会细 一个豆沙色 就是我涂口红很少说就用一个颜色 可是我觉得高级来源于复杂 但是呢 看上去得简单 我们普通人化妆就是画的时候很简单 最后整个脸看起来很复杂 合作过这么多明星化妆师 看过这么多明星之后 我最大的感受是 真正的大明星底子就非常好 化妆只不过是锦上添花而已 所以整个化妆过程非常的快 而普通人化妆呢 要修饰的地方比较多 化妆的时间也就会更长 步骤更多嘛 但每个人只要找到 合适自己的风格和技巧 都会有独一无二的美 不知道这期挑战大家喜欢吗 下期还想看什么化妆师 记得给我留言哦